扫嫌千万不要这样,小太容易上瘾了 今天咱们来讲一下波片扫嫌变好听的窍门 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波片的拿捏方法 大家看一下一般波片下面都有一排小字母 这排字母显示的就是波片的厚度 咱们把大拇指跟食指捏成一个十字 然后波片的小尖尖顺着食指指尖的方向插入指缝 大拇指刚好盖到这排小字母就可以了 在我们扫嫌的时候 波片下扫还有上扫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的波片下扫的时候 波片要向下倾斜 上扫的时候要向上倾斜 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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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扫嫌的好处就是波片接触心弦的时候 阻力比较小 扫出来的声音特别的柔和 不容易炸 这就要求我们在扫嫌的时候 不能仅仅只是摆动手臂 因为仅仅是摆动手臂 咱们波片的角度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它始终都是垂直于禽境 这样去扫嫌阻力特别大 扫出来的声音就炸炸的 所以我们在摆动手臂扫嫌的同时 手腕也要跟着旋转 下扫的时候 小拇指往烟孔方向旋转 下下下上扫的时候 小拇指往外翻上上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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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还有就是咱们的吉他在扫嫌的时候 正对烟孔的声音并不是最好听的 往前边挪一挪 在纸板末端的位置去扫嫌 扫出来的声音是最柔和最好听的 当然了 如果你想要金属一般的音色的话 那么就往琴尾的方向去扫 这个时候的声音是金属性最强的 当你学会了调整波片的扫嫌角度去扫嫌之后 你还会得到一个惊喜 那就是波片不会脱手 也不会掉到烟孔里面了 很多同学都错误的认为 波片会脱手的主要原因是手心会出汗 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手心都会大量出汗的 导致你波片脱手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波片接触琴弦的时候阻力太大导致了 所以咱们学习吉他 一味的闷着头去苦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你只会不断的走弯路 正确的做法就是跟着动作要领 先慢练 让肌肉产生记忆之后 再快速的去练习 我是玩的吉他 专注于零基础 吉他自学间的分享 关注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让用科学且正确的方法带你们一起学吉他 咱们明天见